大家好,我是Republic of Singapore 芬蘭是Republic of Finland 肯亞是Republic of Kenya 重立Republic of China of China 就是中國 全稱叫中華民國 我今天影片有講過台灣不需要獨立 因為我們本來就獨立 我們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 有稍微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 中華民國建立於1912年 盜版中國成立於1949年 到底是誰先成立的 誰才是真正的中國 台灣有中國石油,中國鋼鐵 中國信託,中國人壽,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醫藥學院 有很多中國字樣的招牌 在台灣裡面 有時候經過的時候 我朋友就會講說 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多中國的企業啊 看了就很討厭欸 我聽到這個言論 我整個偷走你頭痛欸 沒有在讀歷史啊 就中華民國在歷史上是真正的中國 我們的憲法寫得非常清楚 對面大陸也是我們的領土 雖然實際上現在不是 可是憲法寫得非常清楚 對於我來說 前人給的東西 好的我就會使用 不好的就go away 我再講一個 像我本人非常喜歡使用繁體字 就是我們前人創造的 而歷史上寫得非常清楚 那時候的中共沒有辦法否認 中華民國的存在 所以為了要創造 與中華民國不同的感覺出現 他們把自己當小丑 當反串演員 製造了簡體字 不好意思 在他們創造簡體字的時候 他們是以哪一個字體當作素材分本 來進行創造 就是繁體字 是這個行為非常明顯告訴你 中華民國就是真正的中國 這是歷史告訴你的 台灣有個哲學系教授 叫做余苑舉政 他講了一句話我非常認同 他說 真實是事實累積的認定 不是無錯推理的訴求 承認事實是人生中最重要 也是最關鍵的一件事 再講白話我們一個點好了 今天如果你是一個 非常喜歡中華文化的人 我本人就是中華代表 中華人 如果你喜歡中華文化 你想要follow一個 在中華世界裡很時尚的人 我這樣子的話語叫做 官方宣明 你要follow我 你要跟上我 你就要把我當販本 而不是使用 盜版中國的